我是古利巴哈 55岁 哈萨克籍的维吾尔人 20年前 我开始来往哈萨克 与中国做生意 53岁的时候 却莫名其妙 被中国政府逮捕 他们心求我 拿着我看不懂的文件 要我签名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被抓 我也没做错事 所以没签字 但还是被送到监狱 我住的牢房 连我在内有40个女性 我们脚上都有脚僚 我们每个星期 要看20分钟的电视 电视都是在说 中国共产党有多伟大 看完电视 还要学悔过书 批评自己 没有珍惜祖国恩情 对不起祖国 对不起共产党 每天吃饭以前 还要唱红歌 歌颂共产党 没几天 就有一队警察 里面一定有 全副武装的男警 到我们的牢房里 让大家脱光衣服 让大家脱光衣服 几个人一组 走到他们的面前 做下蹲的动作 说是要检查 大约每隔一两个礼拜 我们都会被强迫吃药打针 吃了药以后 会觉得 我出生就在这里 从小就在这个牢房里 我能意识到我有孩子 但是想不起我的孩子是谁 然后告诉我自己 那是幻想 很多年轻的女孩会反抗 她们会被打 或是关紧币 有个女孩 被关紧币 是一个星期 出来已经疯了 有很多年轻的姐妹 会被带出去 她们回来的时候 每个人都遍体鳞伤 我问她们 是不是被强暴 她们不会说有 也不会说没有 只有一直掉眼泪 有一天 她们突然把我的手铐 脚镣卸下来 这时候狱警跟我说 你要被释放了 我立刻哭了出来 我拿去港 去做回家 去做回家 我来自学生的学生 我曾经来说《今次女儿》 我找到了女儿一天 然后 把女儿的表演给朋友 我找到了她的表演 我寄了一天 好的女儿 人们 glor谣了 我估计她的父母 要詞五步 一開始說話 如果我們在折子 我們先在折子 我們在折子 我們回到咬 我們別問的時候 我們不問答 我們都不問答 我們都不問答 如果人家中心 我們已經變得很窩心 我卻被探親和你 我就想這個折子 不問答我們 我們走 阿姊 我們就寫 很多大豆花博物的女人批判通知 有一年女成立了文化高速的高飲大男女孩子 我认为你学 away卖,说对了小女孩,说对了小女孩,在乘女孩,说对了小女孩,说对了小女孩,说对了第二年了 她说对了什么,说春梦上,说对了小女孩,优优优独播,找到了小女孩 这段对了我来说了,我腿有关人,说对了什么,说对了我 我去习约了我和我的小女孩,从发生没多了,我在北使家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